我穿成范年子白月光时 故事已到尾声 团宠小替身掳获了所有人心 得意洋洋看着我被吊在诸魂镇上 满身争鸣伤口 只待审判结束后 接受神魂俱灭的下场 一向厌恶 我的师尊冷声道 你平日里极度玩受到宗门宠爱便罢了 线下又冥玩不灵 下毒毁掉玩金斑 事到如今 你可认罪 钢风欲发猛烈 吹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认什么罪 来之前 系统明明告诉我 我接受的是现代任务 怎么会传到修真界 还未等我混沌的大脑弄轻身在何处 系统骤然惊呼 糟糕 咱们传错地方了 赶紧死顿 我带你前往真正的任务世界 脚下诸魂镇诡异妖娆 血红符咒随时要将我撕裂成片 质问之余还在耳边轰鸣 我眉目舒展 表情安详 认 我什么罪都认 时间紧任务重 快点动手 让我魂飞破散吧 一 这句肺腑之言落地后 周围分杂的人群陷入了诡异沉默 方才义愤填膺嚷嚷着 快点诛杀我的弟子们 彻底瞪大了双眼 将愤怒凝固成错愕 再发不出抑郁 没有人相信 一个修士会爽快地要求被诸魂镇绞杀 诸魂镇是修真界无数剑修的梦魇 阵法启动 短短半刻钟 便会被强大灵力撕扯殆尽 连魂魄都不会留下 生生世世永无轮回路 拼尽全力喊出这句话后 我像一只残破的纸鸳 吊在诸魂镇上空摇摇欲坠 嘴角蜿蜒出烟红血迹 浑身鲜血浸透狼狈不堪 一滴滴没入脚下的镇法中央 高抬之上的沈渊 副手而立 面色一凝 阴沉如水 叶青银 为师倒是小瞧了你 想不到你还学会了 以退为进这一招 你以为这样说 今日便会饶过你所犯之错吗 说吧 为了让我开口求饶认罪 抬手间 一道灵力贯穿了我的心窝 剧痛让我吐出一大口鲜血 被高高吊起的身体 连本能的蜷缩都无法做到 嘴角弯起的弧度 却比炸尸的棺材板还难压 没有什么比生命的流逝 更让人感到心安 毕竟我从错传到这个世界后 任务便开始了倒计时 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脑袋上顶着任务剩余时间 一年龄364天23小时57分 这么点时间 去现代世界完成任务尚且紧紧巴巴 更何况动辄活千年的修真界 在这归宿发展的异渝 一千年不过是个闭关时间而已 但在现代 早已从长毛戳人进化到护仙原子弹 打得天崩地裂 一片混沌 我只想尽快脱离这里 早日完成任务回家 舔了舔唇角的鲜血 浓郁铁锈为充斥口腔 我扬起期待的脸 从这人方才的话语中 精准地提炼出我与他的关系 如果师尊有嫌不够 那么整个宗门的罪 我全部承包了 鲜血稀稀拉拉往下流 我能感受到生命的飞快流逝 四下寂静更甚 沈渊一袭白衣 先锋倒鼓 与我的血迹斑斑形成鲜明对比 居高临下看向我的眼神 宛如蔑视一只令人厌恶的蝼蚁 事到如今 还冥完不灵故作姿态 妄想逃脱择罚 对对对 他就是为了逃避择罚 故意这么说的 以为宗门上下 无人敢启动诸魂阵呢 宛儿师妹如此怪巧 他竟然也能狠心下毒 毁掉师妹的金丹 让他魂飞魄散 以锦笑游 最后一句话 喊得慷慨激昂 深得我心 让我忍着伤口疼痛 汗手点头 在心底向这位不知名小弟子 道了巨蟹 随即满怀憧憬地看向沈渊 激动的双眸 透露出十二分真诚 殷切期盼着他早些动手 高高的审判台上 沈渊一双凤眸 凌厉避陷 仿若能洞悉一切 冷笑一声后 掌心灵力翻涌 粗然多出一颗默黑的药丸 下一秒 清冷的话语传入我的耳中 此乃土真丸 服下之人皆只会说真话 叶青银 今日我便让你交代所有罪行 死得心服口服 二 诸魂阵只要启动 我比谁都心服口服 可我没有原主的记忆 哪里有罪行交代 一个小时前 我还是一只现代社会的社畜 朝九晚八 拿着微薄的薪水 日日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 在意外遭遇车祸身亡后 被系统绑定 他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向我保证 你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保证你会在现实世界重新复活 此刻 我已经灵魂出体 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 静静站在病房外 一墙之隔的 是我躺在病床上的软绵身体 以及跪在医生面前 失声痛哭的父母 他们拉着医生的白大褂 苦苦哀求 医生 求你救救我女儿 我跟他爸 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 年轻医生为难地扶起我妈 我们尽力了 能不能醒来 全看他自己的造化 这句回答过后 雪白空荡的走廊里 回想着更痛彻心扉的痛哭 我当即扭头对系统坚定道 我愿意做任务 谁知复活之路刚踏出一步 便走上了分叉 我焦急呼唤 童子 系统抹了把鹅角汗水 将简陋的剧情丢给我 这不是我的绑定世界 只能拿到这点剧情 你凑合看一下吧 剧情只有简短的几句话 为宗门献祭之前 他是天之骄子 是所有人的心中名愿 沉睡十年清醒后 从脚节变为污泥 葬身于猪魂阵 我又翻了一遍剧透 就这么点 没了 系统一摊手 没有了 那待会审判 我怎么知道如何回答 才能魂飞魄散呢 据实说呗 咱们没有积分 压根拿真话完没招 据实说 说我朝九晚八 老板还欠薪三个月吗 说我花被戒备 欠离屁股债吗 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压根不认识这群人吗 系统在装疯与装傻之间 果断选择装死 双手被粗利的捆仙绳 磨出鲜血 我努力挣扎了一番 想主动跳进脚下的猪魂阵 却完全正脱不开 原主求生欲爆棚 我的寻死欲拉满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 我最后看了一眼任务倒计时 又浪费了几分钟 血红的电子倒计时间 向厉鬼吐出的长舌 湿滑黏腻地舔尸过我的脸颊 在我耳边轻声泥南 如果玩不成绑定的任务 你就无法复活回到原世界了 刚风还在猛烈呼啸 将我本就鲜血淋漓的白色外袍 又割了几刀口子 我回神 试图将剧情搬向正轨 用不着土真丸 我什么罪都认 快点启动诸魂阵吧 我真赶着投胎 焦急之闪落在所有人眼中 像极了害怕自己罪行被揭露 从而极力掩盖的恐慌 沈渊面露果然如此的神态 轻蔑一笑 你不过是怕这土真丸吃下去 会当场承认自己的罪行 今日 一颗小小的丹药飞入我的口中 瞬间化为一股灵力 顺着烟部缓缓流淌 四肢百骸有暖流涌过 清醒的大脑逐渐变得昏沉 看向周围世界 都有些模模糊糊 光怪陆离 一双微微发红的眸子 刹那间变得清澈 眼神迷茫而又天真 萦绕在我身边的焦躁之气 逐渐散去 有危言声在我耳边响起 叶青银 你可曾挤度过娃 系统被吓得躲到旁边 缩成一个透明圆球 一声不敢吭 生怕出现什么动静 让我脱口而出 有系统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我懵懂得大脑 艰难思考一瞬 马儿是谁 我身边的同事 从未有人叫过这个名字 不掺杂一丝谎言的话 脱口而出 我从未嫉妒过娃 四下一片哗然 就连站在高台上的沈渊 也脸庞一僵 在她的设想中 我应该如过去那般 生死力竭的喊出 我就是嫉妒娃儿师妹 我嫉妒她受到你们的宠爱 所以我要毁掉她 然后再痛哭流涕哀求 她不过是我的替身 你们为什么都会喜欢一个替身 明明她是替代我的人 是夺取我一切的人 如今我云淡风轻的一句从未嫉妒 让棕门上下 各个脸色难看 站在人群中的灵马身形微颤 纯色苍白 文言整个人摇摇欲坠 像躲坠满羽珠的百合 惹人怜爱 她双眼含泪 捏如着为我变白 我身份低微 只是师尊从凡间带回来的一介孤女 如今不过筑击九层的修为 与叶师姐身份云泥之别 她怎么会嫉妒我呢 我说呢 原来是看不起婉师妹 叶师姐修为受损 还当自己是心理原因修为呢 她不也是个小小筑鸡 沈渊心疼地拍了拍 临婉受削的尖头 慈爱中夹杂了一缕道不清的情愫 温生软与红劝了句 婉儿不必妄自菲薄 落日于灰洒落 婉霞将妖艳诡异的 诸魂阵染上一层薄薄飞红 我迷茫的双眼正好奇 打亮着四处流淌的血红浮咒 耳边又响起一道炸雷声 叶青银 昨日你是否给婉儿下毒 毁掉了她的金单 我歪着脑袋仔细想了想 毒 披霜 拱 拖 白面 我打了个哆嗦 无数位嫉妒警的无脸照片 像走马灯似的 从我眼前闪过 刻在骨子里的反毒基因 促使我一正词言道 我未曾下毒 你可以说我偷骂我抢 但与毒有关的事 我绝不沾染 四 叶师姐说不是她下的毒 难道真不是她 该不会是土真丸出了什么问题吧 眼看已经有人将疑惑的眼神投来 林婉儿惊慌失措 一张巴掌大的脸又挂满泪珠 捂着伤痛的丹田桂岛 哀提哭诉道 世尊 昨日的确是叶师姐 在我的晚上中掺入了花园丹 婉儿对天发誓 绝没有说谎 她哭得离花带雨 楚楚可怜 连大脑当机的 我都忍不住欣赏了会儿 小白脸的美人落泪 以及她眼角于光 在看向我时若有若无的恨意 沈渊难得没有扶起心爱的徒儿 而是拧紧了眉头 又立声质问我 叶青银 昨日晚膳 前后你做过些什么 一五一时给本尊交代清楚 我继续转动快要僵化的大脑 昨日是周末 但因为公司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所以我又去西餐厅兼职了份刷盘子的活 兢兢业业 忙活了12个小时才下班 疲惫到极点的 我又被闯红灯的车子撞飞出去 天地在我面前扭曲成一团斑驳 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机械张嘴 昨日刷了一天的盘子 没办法 三个月未曾发工 似乎有什么在我大脑刺了一下 令我的话稍稍改动了些 继续道 三个月未曾发月缝 晚膳时吃了蔬菜拌沙拉 那是我很久没有吃过的美味 落日彻底消散于地平线之间 周遭逐渐变得昏黑 我一身的血液快要干涸 瘦弱的身形仍旧被困在诸魂阵 衣袍与发丝在钢峰中烈烈作响 在人前一向风光积月的沈渊骤然失了态 他脸上的轻蔑与厌恶煞 煞时间消失不见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双目赤红 嘴唇捏如了半上 才拼凑出去 只是糖刻扣了你三个月的月缝便罢了 你在宗门 平日里的膳食 就吃 菜拌沙子 你 竟然还觉得美味 身体的疼痛让我听外界的声音有些模糊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表示确实好吃 西餐大厨做的 那里还特意给我加了不少煎牛肉 我狂炫了三大盘 吐针丸的功效逐渐消失 我的神志一点点恢复 半昏半沉之间 我好像记起了自己一直欺而不舍所追求的事 我要回家 没有人规定穿越者必须要在这个世界待下去 那样与拐卖有何分别 我的人生该由自己去决定去留 我的原世界 还有惦记着我的亲人 变成植物人的我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靠着呼吸机度日 每天的医药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账单族可以将饱受打击的父母压垮 我在修真界多待一天 我的父母就要多过一天眼泪半饭的日子 在这陌生的世界 我的死 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圣 回家念头一出 浑身血液沸腾喧嚣 我努力压下嘴中翻涌的鲜血 彻底清零之际 再次升腾起期待 已经审完了 可以开启诸魂阵了吗 五 诸魂阵的开启并没有如愿等来 一直气势汹汹 想要定我罪的沈渊 在审判结束后 骤然泄了一身的力气 将我关进了地牢 只字不提让我魂飞魄散的事 地牢光线昏黑 靠在阴暗潮湿的墙壁上 我百无聊赖的啃着手腕 努力了许久 脉搏处依旧光滑一片 连半个牙印都没有留下 被关在这里三日 我所有的寻死方法都是过了 以头撞墙 灵力护体压根皮肉无伤 解下树腰上吊 却发现自己助击的修为 能挂在白鳞上荡秋千 想自觉经脉 又被沈渊封锁了灵脉 一丝丝灵气都无法掉动 我的命比Rosher大猎疤还要硬 手腕啃累了后 借着微弱烛火 余光扫到浑身的斑斑血迹 我试探询问 童子 以我现在的受伤情况 还能活多久 三 三个时辰 咆哮声传来是三百年 虽然原身祭阵后修为受损 但好歹是个修士 铜皮铁骨 想要耗尽寿源至少三百年 一股良意从脚底直窜脑门 动得我浑身一击零 三百年 等我寿终正寝 前往真正的任务世界 怕是男主们的棺材板都腐烂透了 我还怎么完成任务返回原世界 正当我幼稚冷起来 想继续撞墙时 地牢的玄铁大门被打开 一个看不清面容的小弟子 得意洋洋走进来 看着我狼狈的模样 居高灵下道 哼 夜师姐 别以为你使诈 逃脱了朱魂镇的责罚 宗门上下就能多看你一眼 这十年 宗门谁人不知玩 实美心善 偏你妒忌成性 永远都容不下他 今日 与你早早定有婚约的林家 来咱们太号宗了 戒律堂长老 让我来将你带过去 恐怕 你要被退婚了 虽然不认识眼前这张脸 但他的声音我记得 当日在朱魂镇上 就是眼前这个小弟子 仗义直言 要求启动朱魂镇 将我魂飞魄散 他是宗门第一个 如此为我着想的人 是我来到这个世界 感受的唯一温暖 我向他撇去感激了一眼 进而好奇问了句 林家要来退婚 师姐 我劝你接受现实 别痴心妄想了 林家公子 乃是赫赫有名的原音修士 一柄凌双剑 可见披九州 他的心里 只喜欢玩师妹艺人 你再怎么折腾 都入不了他的眼 我恍然大悟点点头 又拼凑出一段简陋剧情 原主为救宗门沉睡期间 他的未婚夫 爱上了他的小提身 二人男柴女抱 五美狗和便罢了 还要退婚 羞辱原主 但我不是原主 对这位未曾蒙面的未婚夫 提不起半分兴致 但方才小师弟的话提醒了我 未婚夫乃是原音修为 杀我一个助击 岂不是动动手指的事 我入不了他的眼不要紧 他那把斩天劈地的零双剑 能入得了我的心口窝就行 一想到能早些死顿去任务世界 我激动地抓住小弟子的手 拿出在公司拍马屁的精神 千万谢 当日在诸魂镇 便是师弟你仗义直言为我着想 我早就知道 太豪宗上下 唯有师弟你对我最好 师姐来生定当作牛做马 劫草闲环以报答老板 报答师弟的大恩大德 六 戒律堂的巍峨殿雨立于山巅 掩映在聪裕的职业之下 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千级阶梯后 已经累得眼冒金星 倒是身旁师弟神色复杂 看我差点摔倒后 眼疾手快扶了一把 我又拍了一句 师弟真是人帅心善 不知这位师弟是哪个疯的弟子 师姐我日后定会 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叶青银 我是你的同门小师弟 你竟然装作不认识我 我缩了缩脖子 满脸歉意 随口编了句 不好意思 诸魂镇的刚气太过于猛烈 让我丢失了一部分不重要的记忆 而小师弟你 恰巧在那一部分里 忽略掉身后小师弟的愣证 我连滚带爬的 钻进了戒律堂 身后的人想张嘴说些什么 却最终一个字都没有吐出 只是呆滞在了原地 失神了许久才重新转身 拖着沉重的脚步下山 小师弟说的没错 我确实不认识他 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 我没有原主的记忆就算了 连这本书的剧情都没有 对每个人的认知 全凭他们嘴里泄露出的 只言片语来拼凑 可偏偏修士们不善言谈 我至今都拼不出原主经历的所有 戒律堂高台上 早已端坐了几位前辈 放眼望去 我只认识沈渊和林瓦两人 以及站在小踢身旁边的一位剑修 那修士生的眉目寒霜 薄唇微敏 只有对着林瓦之时 才露出破冰笑意 眸光扫过他手中拿着的一把剑 隔着老远 我也能感受到冲天的剑气 和缠绕在上面的丝丝淋漓 如果这柄剑能贯穿我的胸口 那我一定可以脱离修真 前往任务世界 林赫之在见到我后 满脸温和的笑容 无缝气换成贤增 冷冰冰对着前辈们开口 今日再下来太耗宗 是为了解除15年前 与贵宗叶清吟的婚约 如此善妒之人 实在不堪为良配 除此之外 他又含情默默地看了眼林瓦 我与婉儿情投意合 还望诸位前辈们成全 说吧 俯身对着高位一拜 林瓦的金丹仍旧被毒物侵蚀 脸色苍白 文言娇羞地低下了头 在看到我后 又咬着下唇不知所措 大师姐 婉儿没有争抢林公子的意思 只是 只是 林瓦之果断挡在他的身前 冲着我呵斥 是我擅自喜欢玩 叶清吟 你莫不要因此在背后为难于他 我还什么都没说 这二人已经将锅都扣在了我的头上 但我并没有在意两人的眼神拉丝 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 如果我表现出对林瓦之死缠烂打 那他岂不是会气愤地当场将我斩杀 运气若是好 我今日就能脱离这个世界 我已经在修真界耽误了四天时间 原世界的我也躲在病床上躺了四天 我的父母还不知道伤心成了什么样子 死亡的胜利曙光让我面旁染上一层红韵 迅速对系统道 童子 能不能获取一些关于林瓦之的剧情 系统搭拉着一张脸 我拼尽全力只能获取到这么一点信息 也不知道是不是关于林瓦之的 你凑合看一下吧 残缺的剧情出现在眼前 指尖上面清楚地写着 18年前 叶清吟看到那些白衣将九阶妖兽斩杀于锦绣山时 便将这个一剑批九州的身影映入脑海 自此 一言万年 我反反复复将一言万年这四个字咀嚼了几遍 虽然剧情没有出现姓名 但是白衣 一剑这样的词 再加上一言万年这个形容爱情的词语 当即可以判断 这定是原主当年对林瓦之一剑钟情的初始 只要我死皮赖脸地将这一段讲出 然后对他纠缠不放手 还怕林瓦之不拿剑将我捅个对穿吗 一剑下去 他摆脱了最大的狗皮膏药 我成功前往任务世界 开启回家之路 深吸了一口气 我迅速调整好面部表情 掐了自己的伤口一把 疼痛袭来 泪水滚滚而流 当即扑到林瓦之的白色衣袍前 期盼于光扫过他的凌双剑 声声哭啼道 我满心满眼都是你 你为何要退婚 你知不知道 十八年前 自你在锦绣山将九阶妖兽斩杀后 那一剑破九州的身影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贺 贺什么赖招 系统恨铁不成钢 人家叫林瓦之 贺之 我不同意退婚 你的名字印在我脑中十八年 我也爱慕了你十八年 满心满眼全是你 今日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与你退婚 气 大殿真落可闻 处处流淌着诡异的气氛 在我哭喊完毕以后 预想中的一剑穿心并没有来到 我伸出手指戳了戳凌双剑 指尖感受到彻骨冰冷 期待般提醒下他的主人 我不同意退婚 退婚二字对我咬得极重 再次提醒林赫之 我纠缠不休的势头 要么今日当场将我斩杀 要么我就虎脚蛮缠 横跟在你与玩师妹之间 可林赫之像是没听到似的 握剑的手都在颤抖 满脸不可置信道 你是说你这么多年喜欢我 是因为十八年前 在锦绣山斩杀妖兽 我小鸡卓米式的点点头 又恶心了他一句 那拔剑斩杀妖兽的英姿 至今是我午夜梦回中 最以你的美梦 难以忘却 那洒爽的身姿 那无畏的剑锋 大殿气氛更为诡异 温度骤降 我不解的摸了摸 泛起一层鸡皮疙瘩的胳膊 听到林赫之磕磕绊绊的声音 那不是我 十八年前在锦绣山与蛇妖的一战 是你的师尊 所以 你这些年追在我的身后 嘴里口口声声说着喜欢我 其实只是 他红着眼眶 从牙缝中挤出 只是认错了人 又或者 我不过射踢身 声音已然颤抖 凌双剑感受到主人心绪的震荡 发出震震哀鸣 如果说在这之前 我一直追在林赫之身后 是个笑话 那么今日之后 一直被我错认 还沾沾自喜 甩不掉我的林赫之 成为了大家 津津乐道的谈资 系统这才慢吞吞 将剩余剧情加在完毕 只见一眼万年后面赫然多了一句 叶青莹当即决定 要拜沈渊为师尊 发誓成为修真界 除魔未到的剑修 我举手抗议 这是谁写的文 词语不能乱用好不好 一眼万年 那是形容师徒情的吗 宿主 你觉得这是重点吗 我回神 大殿之上的沈渊 早已失了台 素来清冷的面容 已被震惊于了然所覆盖 他嘴中低声捏如了句 原来 你一直藏着这般的心思 声音微不可闻 林赫之在离开太号宗时 一身的精神器 被抽得一干二净 宛如一只活蹦乱跳的虾 被抽了虾线 勾搂着几辆 最后红着眼眶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浓浓的恍惚与寂寥 然后带着我对林双剑 不舍的眼神 黯然离去 头顶的任务时间 还在不紧不慢地流逝 每一秒都在扣积我的心脏 我又将全部希望放在沈渊身上 他一直厌恶的徒弟 对自己怀有不轨之心 这样大逆不道 且堂而皇之地 召告所有人 不开启诸魂阵将我诛杀 岂不是对不起 自己风光积月的形象 我压下唇角的笑意 磕了个头 师尊 徒儿如此欺失灭祖 还请师尊开启诸魂阵 以惩罚徒儿的不轨之心 生怕沈渊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 所以我将话说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诸魂阵 我回家的必经之路 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地方 却是我拥抱自由的入口 沈渊默然红了眼眶 盯着我瘦小的身影许久 像是透过我回忆起过去的种种 良久 才发出窥叹一声 你年纪小不懂事 只是为师尽不知 十八年前的事 你会记得这样清楚 竟然还日日在梦中 罢了 金银 你先回相访吧 我眼底的失望难以掩饰 又想张嘴 就此结果吧 为师知道 那不是你做的 林婉儿难以置信的看向沈渊 又咬唇低下头 看不清神色 文言我差点哭出声 我的回家之路被阻断 又要重新想办法寻死 我想我的父母了 想他们想的要发疯 泪水止不住的滚落 沈渊看到我的眼泪后 似乎被烫了一下 想扶我起身 却难以迈出脚步 只是又自责开口 还有 我哭丧着脸抬头 沈渊似乎极难其耻 但还是愧疚到 日后 莫要再吃沙子了 爸 我怕是得了失心风 才会去吃沙子 重回原主的相访后 我一个人静静 躺在破旧的床榻上 污设简陋 年久失修 抬头甚至可看到 腐朽破败的屋顶 透露出的斑斑星空 皎洁而又明亮 我顺应习惯 随手从软枕下 抽出一本剑谱 愣着了半晌 才疑惑问了句 童子 我怎么会知道枕头下有书呢 就好像在这里 真正活过许久似的 系统大大咧咧 你身体里残留着原主的本能 自然会做一些 与原主相同的事 我认同的点点头 今日是我来修真戒的第四日 我颓败地躺下 反复寻找可以死亡的出口 离开戒律堂前 沈渊曾在我体内 留下一道灵力 用意阻止我自杀 他崩人设地面路痛苦 轻吟 过去是为师对不住你 我着实不理解他的痛苦 从何而来 按照剧情 我该死在诸魂阵中 一向不喜欢我的沈渊 应该汗手心味才对 可磕磕绊绊的 又多活了四日 从我居住的窗帘 向外望去 远处层蓝蝶杖中 有巍峨大殿露出点点烛火 看着系统又艰难 为我搜罗来的剧情 我若有所思 这云弄垫 本是原主居住的地方 十年前原主献祭沉睡后 林婉来到太后宗 成为小提身 自然而然地住了进去 成为云弄垫心的主人 而清醒后的原主 却只能窝居在小小的厢房中 我眉目彻底舒展开来 山不救我 我去就山 若是我去抢夺团虫 小提身的住处 那岂不是会被 藤爱她的宗门上下 再次丢到诸魂阵中 摸到做死之路后 我压下心底雀跃 拎着剑 气势汹汹的 飞至云弄垫前 声势浩大的一剑 将牌匾砍成两段 九 木屑散落一地 地动山摇中 林婉一声惊呼 出现在我面前 大师姐 你为何要毁掉玩儿住的地方 我拔剑相对 眼角眉梢都是喜色 说出早已演练几次的话 这云弄垫本就是我的住处 谁允许你住在我的地方 可 可明明娃儿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了 哦 住久了 便拿别人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了 声势足够浩大 眼角余光 已经扫到沈渊雪白的衣袍 暗暗期待一番 熟练的挽了个剑花 将灵力灌入本命剑中 对上林婉惊慌失措的脸 今日 我便杀了你 以报夺电之恨 渐渐冲着林婉的脖梗刺去 不远处一道灵力如我所想 冲了我的剑身袭来 我微微闪了闪身形 让灵力直接没过了我的心口 剧痛时我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强大灵力震碎了心脉 惯性让我翻滚在地 吐出大口浓稠鲜血 一片混沌中 我好像落入个温暖的怀抱 有交集声在我耳边呼唤 轻吟 你不要睡 为师不是故意的 为师没有想过要杀你 声音吵的人头疼 混沌间 我挣扎着询问 童子 我 我还能活多久 生命体征急速下降中 30% 20% 10% 我欣慰一笑 又是一大口鲜血吐出 喃喃一句 太好了 终于要死了 我很快就要见到爹娘 抱着我的人身子猛个一颤 一颗灵力充沛的丹药 被塞入我的口中 轻吟 先返有别 你的爹娘早在五年前 就受缘耗尽了 世尊绝不会让你死 我要你好好活着 过去是世尊错了 你一定要撑住 为师日后 并会好好补偿你 他的声音颤抖的不像话 我的大脑一片恍惚 只是下意识 死死抓着他的衣袖 毛子映入漫天繁星 肩并纠正 没有 他们 他们没有死 他们还 还活得好好的 死的是我 我还靠着呼吸机 吊着最后一口气 躺在病床上 没有半分意识 单药入腹 四肢百孩 迅速涌入强大灵力 一遍遍洗刷筋脉 将我快要昏厥的意识 强行拉回 我本该持续下降的生命体征 瞬间回涨 系统有条不紊的检测 生命体征持续上升中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生命的鲜活 令人绝望 我心一梗 瞬间晕死过去 十 再次醒来 是在一处陌生的寝殿 处处凋梁化洞 比我所居住的 乡房好数是倍不止 台谋入眼的是层层叠慢 再不见半分反心 外电传来吵嚷声 师尊 您不要被叶青莹给骗了 他就是故意受伤 好以退围进来 博取咱们的同情 然后再想办法 将婉儿师妹给赶出去 婉儿师妹 已经住了云弄店十年 凭什么要让出去 这个美妙动听的声音 说得深入我心 我确实是装的 只可惜 沈渊那一招 没能要了我的命 徒留无限遗憾 正当我期待般 等着沈渊说 要将我朱砂的话时 却听到他疲倦的声音 青莹自十年前 现祭醒来后 修为大不如前 怎么可能躲得 开威师的一招 另外 云弄店最初是轻盈的住所 婉儿住了十年 也该物归原主了 我站在原处 诧异地看向沈渊满脸眷色的脸 他应当是讨厌原主的不是吗 在我受伤昏迷这一夜 系统呲牙咧嘴地 拿出全部能量 又勉强为我下载了不少剧情 书里明明白白写着 沈渊自始之中 都是偏向明婉儿 这个与我长相 气氛相似的小提身 是他在下山游历之际 亲自带回宗门收为徒弟的 林婉儿乖巧软糯 又惯会温柔甜蜜地 哄着宗门上下所有是兄弟 与不善言谈 为人冷漠的原主相比 确实更招人喜爱 沉睡十年的原主醒来 修为已然从原因境跌至住基 丹田受损令日后的修炼之徒 更是坎坷 难以精进半分 自然与风头正盛的林婉儿 无法相较 我对原主的遭遇 默哀了一秒钟 心疼他拿出一生的前途 为宗门牺牲 却为落下善待 但家还是要回的 头顶的任务倒计时提醒我 我已在修真界耽误了六日 一心回家的人 要懂得抓住每一次 可以回家的机会 我当即冲上前跪下扣手 师尊 大师兄说得对 我确实是故意受伤 然后想把玩师妹赶出去 您若是不信 我扬起期待的脸 声音真知道 宁可再给土儿一颗土真丸 土真丸配合诸魂阵用 效果定会事半功倍 十一 在我殷切的双眼中 沈渊眸中痛苦更甚 猴头哽咽 轻盈 过去很多事 是为师错怪你了 上一次 土真丸已经明明白白 告诉了为师真相 为师竟不知道 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你放心 今后 为师定不会再让你有性命之忧 我周眉思索 上次土真丸 我究竟说了什么 惊世骇俗之语 给沈渊造成一种 我受了很多委屈的错觉 大师兄着急大喊 师尊 他就是在这里 做戏给我们看 您怎么能如此偏心 你这样 玩师妹怎么办 哼 能知小师妹精丹的先欲知 徒儿自己去取 少年人嚷得急切 看向我的眼神 愈发的憎恶 说完 气呼呼带着灵婉离开了大殿 我好奇地向系统问了句 仙玉之 系统贴心解释 灵婉中得毒虽一解 但精丹受损 卦玉山有一株仙玉之 可滋养修士的丹田 不过 听说卦玉山的仙玉之 有一头八接妖兽守护 那妖兽可是厉害得很 我听了后 眼神都亮了 现代人的固有思维 令我对寻死这样的事 一直停留在跳崖 只要离开太后宗 往卦玉山的山头停留片刻 几头小小的妖兽 张开尖锐獠牙 便能轻而易举地 结束我的生命 寻死 定会轻而易举 嘴角的笑容 怎么也压不下 刚想飞奔离开这里 去迎接我的死盾 沈渊猝然出声 清吟 维师将你的本命剑带来了 我行你一瞧 只见沈渊手中拿着把断剑 昨日他打伤我之时 本命剑受不住化神修为的一击 断裂成了一堆无用的废铁 沈渊带着几分讨好 捧着剑上前 清吟 等维师修好了这柄剑 便还给你 我不在意的摆摆手 不过是一把断剑而已 断了扔掉便是 还耗费那些功夫 修他做什么 太后宗在修真戒 乃是数一数二的大宗门 指示堂里 为弟子们打造的铁剑无数 断了可随时再去领一把新的 何必执着于去修补一把破剑呢 沈渊听我这样讲后 猛然抬头 刹那间便红了眼眶 以往先锋倒鼓模样 不见分毫 这把剑 你说扔就扔 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我促眉疑惑地扫了一眼断剑 难道太后宗像我公司一样 入不敷出许久 连一把剑的成本都要计较 想到老板艰难维持 公司运转的狼狈模样 身在运营港的我 设身处地 贴心为他解释道 师尊 修复断剑比新柱一把剑都要麻烦 所以托认为 这件应当扔了才对 沈渊小小地裂起了一步 像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我没有在意他的不对劲 如今我满脑子都是挂玉山三个字 命丧妖兽之口 着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能省下宗门给我收拾的麻烦 为不富裕的宗门 省下一口薄皮棺材钱 嘴角再一次弯起 这几日 营绕在心口的烦闷一扫而空 望向澄澈的天空 心旷神怡 甚至沈渊在我身后叫喊一句 青银 云弄店是你的住所 今日之后 你便再搬回去吧 离去的脚步暂停 我回头清浅一笑 万丈光芒裹挟着飞舞的尘埃 在我身后铺成一片腾空持巾 昨日我抢夺小提身的住处 是为了让他们打死我 如今不打 我抢夺还有什么用 比起云弄店 我更喜欢住在猪魂镇里 让刚风刮过我的每一寸击鼓 享受回家的味道 既然决定死顿 那我今晚大概率回不了太后宗 所以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 但生怕沈渊又在多说什么废话 我只是随意印下句 好 简短的回答里是压抑不住的雀跃 是我即将踏上正确任务世界的欢呼 在我离去看不到的地方 沈渊颓然作回忆中 抓着一柄断剑 呢喃一句 只是让你住回昔日的住所 你便这么开心吗 12 挂玉山离太后宗的路并不算近 修士想要前往 除了遇见 便是其灵寿前往 我本想去指示堂林把新的剑用 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听闻指示堂的堂主 克扣宗门弟子三个月的月缝 被戒律堂罚了三灵鞭 至今还在躺在床上 偏偏爱诱叫唤 那翻勇猙獰的皮肉 至少需要敬养半个月 也不知宗门哪个弟子如此倒霉 连这么点月缝都要被克扣 我同情的摇摇头 掏出储物界中唯一的一豆零食 这是前日我从地牢出来后 有小弟子送来的零食 那小弟子似乎惶恐得很 身上还沾染着斑斑挥洒血迹 似乎有谁被鞭子抽了 血迹飞溅到他的身上 蕴染成一片泄霉 他丢下满满一豆零食后 宛如遇见厉鬼 头也不回地飞奔离去 一个字都没说 我颠着沉甸甸的一豆零食 在下风路上遇到熟面孔 领着一只零鹤 这人正是当日在诸魂阵前 说要将我魂飞魄散的心善小弟子 我忙上前摸了摸零鹤的脑袋 这位师弟 零鹤借我用一日 这豆零食是租零鹤的费用 乱些零鹤会自己飞回来找你 说吧 我将零食丢入他的怀中 我对修真界的零食购买力 没有太多了解 但这豆零食应是 远主一个月的月份 用来租用零鹤一日 当时勉强够了 赶着重新投胎 我力所地翻身骑上零鹤 任由他带着我飞上高空 身后被甩开的小失地 这才反应过来 捧着零食宛如千斤重 双目寒泪大喊 师姐 你怎么知道我急需零食用 不得已要卖掉自己的零售 这么多零食购买十只零鹤了 不需要这么多的 过去是我狭隘了 做了很多对不起师姐的事 师姐 你不要忘记我的名字 我叫 他距离我太远 喊了些什么 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 或许是他觉得零食少了 正喋喋不休地表示不满吧 我揪了一把鹤鱼 加快飞行的速度 似一只离弦的剑冲破云霄 短短半个时辰 便来到挂玉山 这里漫山遍野 是凶狠的妖兽 见到我一个筑机修士 直身前来 仿佛看到入嘴的美味佳肴 个个留下稀稀拉拉的腥臭咸液 若是往常 我看到这么多的狼妖 定会被吓得惊声尖叫 可我一心只想回家 我想我的父母了 这世间能让人生出无限勇气的 除了爱情 还有亲情 狼妖们看我像一块肥美的鲜肉 我看他们更是两眼放光 仿佛看到回家的康庄大陆 站在山巅 连一把配件都没有的我 居高临下 无所畏惧 暗含期待到 时间紧任务中 我赶着投胎 你们谁上来第一个咬死我 13 所有狼妖面面相去 本来冲着我自牙咧嘴的妖兽们 个个警惕地瞪着我 纷纷退后了一步 这些妖兽已经开了灵制 拥有了人类简单的思维 见没有狼妖上前 我一货挠了挠头 又喊了句 我真赶着投胎 择日不如撞日 就现在 你们一起上来咬我吧 话喊得慷慨激昂 这群狼妖面色大变 其中一只头顶黑毛的狼妖 用别角的人类声音颤抖道 这定是臭修士 故意来对付我们的招 不会吧 我看这个小修士 才是助记修为 你懂什么 三色狼妖一爪子 将另一只扇飞出去 修士都是阴险狡诈之徒 你瞧他连本命剑都不拿 一定是等着我们一拥而上之时 拿出把上古神剑 将我们全部屠杀干净 所有狼妖黑绿的同人里 顿时成满恐惧 下一刻 纷纷夹紧尾巴四散而逃 空荡荡的山头 只剩我一人与凛冽的西北风 素潇又凄凉 我试探问了句 童子 我该怎么办 系统迅速翻了翻 仅有的残缺剧情 哎呀 你该去挑衅之力 还写得妖兽 这群刚开灵智 没有多久的狼妖本能的惧怕修士 前面山头有蛛仙玉只 守护它的是一条巴结蛇腰 打一个小小猪击 宛如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 我心未点点头 迅速往另一个山头狂奔而去 在距离山顶还有百丈远时 一阵地动山摇 不远处的鸟雀纷纷扑扔着翅膀逃离 像是有什么惧怕的妖兽 就连方才围攻我的狼妖们 也拼了命地往远处深山里钻 我心下大喜 逆流而上 冲向这条充满荆棘坎坷的回家之路 在靠近仙玉只的风芽之时 一道灵力擦着我发丝而过 我微微拧眉 正遗憾这道灵力 怎么没正中我心口窝实 只见一个略有些熟悉的身影 正在与蛇妖缠斗 与孩童妖妇般粗细的蛇妖 吐着血红杏子 黑色树桐发出悠悠寒光 正细血般将修士的本命剑折断 丢入一旁的牙缝中 系统知道我脸盲 贴心解释 那就是你的大师兄 宋锦鱼 来给小提身采药了 系统若是不提 我确实记不起这个人是谁 修真界的修士们 个个都是丧葬风 一袭白衣加高高竖起的马尾 面摊脸上极少出现其他表情 在我眼中 所有人都生的一个模样 宋锦鱼虽是金丹修为 但明显不敌这条八戒蛇妖 眼看巨大蛇身 已经将人牢牢禁锢住 血盆大口里的尖锐獠牙 正往宋锦鱼脑袋上咬去 一旁的铃娃 早已没了往日小白花的模样 被吓得跌坐在地 腿软得无法站立 只剩惊恐尖叫 我微微疑惑离顺 童子按理说 我作为现代人 见到这么恐怖的蛇妖 应该当场被吓晕才对 怎么会没有害怕的感觉呢 你肯定是受到了原主的影响 原主昔日乃太号宗赫赫有名的剑修 这些妖兽不知道斩杀多少次了 我了然点头 盛满毒液的尖锐獠牙锋利无比 在我眼中成为 启动回家之路的万能钥匙 我上前抢夺过灵腕的本命剑 他似乎被吓傻了 脸色白如雪 整个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离得近了 可以听到牙齿的轻颤 利剑出鞘 我挺身而出 挡在宋锦鱼面前 对着蛇妖的血盆大口猛的一刺 同时心里默念了去 今晚我终于可以去真正的任务世界 走大女主爽闻剧情了 十四 蛇妖吃痛 微微松了蛇身 宋锦鱼如同一只落水狗 被狼狈的甩出十几张开外 受到挑衅的蛇妖狠狠将蛇尾甩到地面 十几条裂缝在脚下蔓延开来 我欣喜若狂的看向它 蛇妖刚刚被我刺了一剑 现在定是恼羞成怒 必会将我碎尸万段 我暗戳戳地将兴奋眼神投向它 助击与金丹两位修士 饶是未开灵智的妖兽 都知道该先绞杀哪一位 谁知蛇妖在我与宋锦鱼之间犹豫了一瞬 果断扭着蛇身冲着宋锦鱼而去 我站在原处愣了一秒 然后对着系统咆哮 她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这个助击小修士 系统掏出这个世界的设定 勉强给我解释 妖兽自然是吃更厉害的修士 才会更快地增长妖力 你一个助击小菜鸡 人家蛇王看不起你是正常的 我咬了咬牙 她凭什么只咬宋锦鱼不咬我 我差在了哪里 大家都是修士 难不成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吗 宋锦鱼早已伤势累累 浑身鲜血淋漓 在蛇妖即将把它吞入腹中那一刻 我冲上前遏止 举着剑将蛇身刺的对穿 蛇妖终于吃痛回神 丢下不成器的大师兄 露出尖锐毒牙冲得我脖梗咬去 剧痛从脖梗处蔓延开来 我感受到毒液正迅速沿着血液游走于全身 浓稠鲜血从脖梗喷洒而出 生命力被迅速抽走 手脚冰冷无力 短短一刹那 我的神智开始不清 双腿再也支撑不住 跌到身后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宋锦鱼的眼中翻滚着惊涛骇浪 不知哪里生出的力气 硬生生用自己已经断掉的本命残剑 捅入了蛇的七寸 天地震战 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系统正有条不紊的监测我的生命 生命体征急速下降 80% 60% 40% 20% 我的唇色已经乌青 双眼早已朦胧 看不清周围环境 可生命体征如此迅速的流逝 令我艰难扯出一个微笑 发自肺腑的都闹了句不太清楚的话 多活了这么久 终于终于可以死了 我快要快要见到我爹娘了 他们都在等我 15 抱着我的怀抱猛然收紧 贯穿耳膜的悲痛声撕心裂肺 清吟 五年前你沉睡之时 你的爹娘就已经受缘耗尽去世了 你怎么这么傻 我哪里值得你用命来救 我只觉耳边声音过躁 忍不住问道 童子 我还 还有多久脱离 脱离修真剑 生命体征还有5% 预计死亡倒计时还剩一分钟 我笑得愈发灿烂 这个笑容让宋锦鱼目自欲裂 机遇崩溃 清吟 不要睡 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仙玉枝 对 我有仙玉枝 你等着 他一定可以救你的命 仙玉枝这三个字 硬生生让我千斤中的眼皮微微掀起 修真剑的解读圣物 哪怕我生命体征还剩1% 他都可以起死回生 让我再体验一把生命的鲜活和投胎的艰难 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宋锦鱼的手腕 努力挤出具 仙 玉枝 留给 师妹 不要救我 我早 早就该死了 在修真剑多耽误了6日 我的任务时间也白白浪费了6日 每一日的存活都是在我的心口窝筒刀子 有倒计时在脑海响起 死亡倒计时开始 59 58 30 29 10 98 检测到药物入体 我已经没有神智挣扎 连拳缩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宋锦鱼不由分说的将一整颗鲜玉枝塞进我的嘴中 入口冰凉 比毒误入血液的速度还要快 我即将脱离肉体的魂魄 硬生生被拽毁 系统倒计时 喊至50 骤然止住话头 电子音一转 生命体征回升 10% 20% 30% 40% 45% 恭喜宿主 您脱离了生命危险 我梗在喉咙里的一口黑血再也忍不住 全部喷洒在宋锦鱼的衣袖上 在他肝胆剧烈的大喊中 我的心一碎 彻底晕死过去 16 周遭朦朦胧胧胧 我好像站在医院的走廊外 鼻尖却闻不到任何消毒水的味道 一强之格的哭声隐隐约约传进我的耳朵 听得不甚真切 有机械的电子音在我耳边响起 您好 代号078系统将与您绑定 请问宿主是否愿意前往小世界做任务 任务完成 可获得原世界复活一次 我疯狂点头 我愿意 快带我去 系统交给我一本书 我扫了一眼疯皮 娇虫小替身的日常 准备好了吗 童子 咱们要去哪里 传送地点 修真戒 太号宗云弄山后崖的冰棺里 一阵冷一袭来 我打了个哆嗦 睁开朦胧的双眼 蛇毒在我体内味清干净 四肢的冰凉 让我像是置身在后山空荡荡的冰棺内 身下轻颤 我仿佛趴在一个人的背上 正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石阶中 微微动了动 宋锦鱼惊喜的声音传来 轻盈 你醒啊 仙玉枝果然有奇效 那么厉害的毒 短短半个时辰便清理了七八分 他正背着我一步步往太号山走去 灵力所剩无几 本命剑也已断裂 我骑着的灵鹤早在看到狼腰之时 就扑扔着翅膀逃至夭夭 徒留我呼了满脸鹤鱼 没有办法 同事伤患的宋锦鱼耗尽唯一的一点灵力 带我飞至太号山脚下 然后咬牙一步步将我往棕门背 他还在一旁叙叙叨叨个不停 轻盈 那蛇腰如此厉害 你竟然也敢几次挡在我前面 你飙命了吗 你还是这般蛇己未人 与寄贱之前没有半分区别 这些日子是大师兄错了 日后师兄一定要护你平安 自我穿错到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崩人设 眼下宋锦鱼也莫名其妙地 开始阻拦我回家的路 系统丢给我的残缺剧情里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叶青银被诸魂阵绞杀后 宋锦鱼拍手称快 转而拉过灵娃的手 发誓要永生永世守护好自己唯一的师妹 哪怕渴望不可得 也甘愿默默守护在她的身后 我对这样的行径称为舔狗 喋喋不休的舔狗 还在对着错误的人自责道 清银 师兄很是愧疚 你放心 有师兄在 定不会让你丢掉性命 过躁的声音令我头痛 最后一句话 更是直戳我的心肺 早知道在挂玉山之时 我应该与蛇妖联手 先一起杀了宋锦鱼 然后再坦然葬身蛇口 刚想挣脱宋锦鱼的后背 打算就近跳个牙 寻调回家路 千层阶梯突然剧烈摇晃 太号宗上空黑云密布 系统大叫 宿主是魔器 我激动得几乎要落泪 兢兢业业这么多天 终于让我等来了必死的机会 魔族实力不容小觑 想要对付一个太号宗 简直易如反掌 原主就是在宗门存亡之际 以身际阵 才换回这群白眼狼 免遭入恋魂番的命运 线下魔族攻打宗门 一片混乱中 我一个小小助击 想要寻死 岂不是易如反掌 十七 悠长的目中响起 回荡在起伏的山巒中 宋锦鱼将我安置在 在山脚下的一间茅草屋中 又不放心地加了几个咒印 叮嘱我 轻盈 外面很危险 你千万不要出来 我点了点头 在他走后 立刻悄悄溜进了太号宗 自古正邪不两立 魔族与修士 隔三差五便会大战一场 而我与宋锦鱼 在挂玉山斩杀的那条蛇妖 又是魔尊手下诱使的妖兽 因喜欢先玉之的气味 经常从魔戒偷溜出来 弹聚在挂玉山头 陷下冰凉的蛇身 被斩杀成了冰凉的尸体 粮上加粮 再加上十年前 魔族被原主献祭的回灵阵法击退 魔戒哪里会咽得下这口气 我爬到太号宗山巅之时 这里已经被浓郁的魔器所覆盖 无数修士伤痕累累 正举着手中的剑与魔物缠斗 护山大阵早已被击穿 一片灵力乱飞中 我看到几个熟面孔 正浑身鲜血苦苦之称 而昔日团宠小替身灵腕 身上早已血迹斑斑 魔器正肆无忌惮地 侵蚀她的灵根与金丹 那群平日里团宠她的同门们 此刻无一人抵挡在她的面前 眼见一缕摩西朝着灵腕面门而去 我迅速飞身上前将人拖拽到一旁 堪堪避开了这道魔器 危机解除 灵腕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完全想不通在这样危险的时刻 居然是我这个不忠用的师姐 舍身上前相救 她似乎极难开口 只小声叫了一句 夜师姐 我安慰式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然后夺过她手中宝剑 往手腕上划了一刀 沈渊在我体内留下的灵力 极力阻止血液的流出 哪怕灵腕手中的剑 是修真界有名的神器破销剑 也只是让鲜血流出了斑斑点点 远没有蛇妖的尖牙好用 但这些足够了 系统贴心地将开启 回灵阵的法觉找出 以血为继 回灵阵光芒大胜 所有身受重伤的修士们 体内灵力暴涨 却各个面露惊恐 抬眸看向 毫无畏惧 十年前 原主寄阵的一幕在线 沈渊率先反应过来 惊恐让她浑身颤抖 差点摔倒在地 她对着回灵阵中的我 疯狂大喊 轻盈 你做什么 快点回来 我无视她的叫喊 回灵阵在我脚下迅速蔓延 漫天魔器被灵力所替代 所有修士的伤症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非快愈合 至于我手腕处的伤痕 没有任何变动 牺牲一人 便可拯救全宗门 这是十分划算的买卖 所以 当初有如此牺牲胸怀的 剑修叶轻盈 怎么可能成为 所有人嘴中善毒恶毒的犯年子呢 沈渊往日冷漠的面庞 早已崩裂成绝望 她手中拿着一柄 修不好的玄铁剑 卑微的祈求 轻盈 回灵阵不要再继续开了 这样下去 你会没命的 你的剑 为师已经修不好了 你只要能活着 为师什么都答应你 这是你入门第一日 为师赠予你的玄铁剑 你不记得了吗 十八 她说的对 我真不记得 园主的经历 被我东听西凑到现在 也只是有了大概的了解 至于赠见这些细枝末节 我不知道 也没有兴致知道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 有自己该待的世界 那个美好的世界 与修真界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平静地看向沈渊 沈先尊 今日之后 您便当从未说过我这个徒儿吧 不 沈渊拼命地摇头 手指死死抓着我的本命剑 那剑身上还有一细可见的修补痕迹 十八年前你便爱慕于我 青银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都是为师的错 求求你了 快点离开回灵镇吧 她的声音已然带了哀求 我掠过她痛苦到极致的眉眼 看向沈渊身旁的宋锦鱼 园主的大师兄 本书头号舔狗 若不是在挂玉山 与她争抢命丧舌口的机会 我怕是现在都记不住她的模样 宋锦鱼本就重伤未愈 线下更是堪堪吊着最后几口气 青银 听师兄的话 快点回来 来日方长 师兄定会好好补偿你 我替袁主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 我一直不明白 大师兄为何在我醒来后 如此不待见我呢 宋锦鱼面色一僵 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顿时了然 在太号宗 袁主比他入门晚了十年 可袁主在寄见之时 已经是原因修为 宋锦鱼身为大师兄 还只是个小小金丹 这样大的差距 怎能不让他心生妒忌 在看到袁主因寄阵而修为大师后 银绕在胸口的边门方一吐而尽 从而趾高气扬地 占据高高在上的位子 肆意指责袁主极度他人 可极度旁人的 自始至终只有宋锦鱼而已 我回神看向回灵阵 万物复苏 灵气暴涨的蓬勃下 是生魂的剿灭 是尸骨的堆积 有熟悉嗓音试探着喊了声 轻吟 我不越忘取 这又是哪位男配 修真界流行的丧葬风 让本就脸盲的我 脑袋凝成一团麻花 看向这群修士 宛如现代世界放学时分 无数穿着相同校服的学生 一拥而出 全部一模一样 分辨不清 甚至于修真界更加难以辨认 不管男女 全部竖着高高的马尾 一眼望去 男女尚且不明 更不用说 我在这个世界待了不到七日 人脸与名字难以相配 但眼角于光扫过 这位修士手中含义逼人的宝剑 我顿时恍然大悟 是凌家那位公子 他眼底有惊艳与悔恨 剑剑点地支撑起身体 艰难捏如出一句 青银 我后悔了 我后悔退婚了 我们本来便有婚约不是吗 你是凌家家主为我选定的妻 我们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也可以斩杀妖兽 也可以一见九州 十年前继阵时 凌家公子并不再太好踪 那日的盛大璀璨与归于沉寂 他都无缘相见 只知道自己的未婚妻 沉睡在冰关中 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如今亲眼所见 我能清楚地窥见他眼底 对大义的崇拜 他算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所以 我问了系统一句 这人叫贺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这么多的人名 我距离死机还有一不知遥 管他叫什么呢 回灵阵光芒大盛 我毫无留恋地准备 跳入阵眼之时 灵丸飞上前 被阵法阻隔在外 声泪俱下 师姐 你的修为只剩注击了 入阵必死无疑 我不想让你死 十九 小涕身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游莲 师姐 你不恨我吗 你该恨我的 是我取代了你的位子 是我抢夺了属于你的一切 我摇了摇头 隔着朦胧法阵 与流淌的符咒 声音无比坚定地告诉他 灵丸 当白月光与替身同时存在时 那你我二人便都没有错 错的是 那群将我们围困在 方寸之地的男子们 这些权力的掌控者 看你我两位 被逼到绝境里的女子 相互惨斗 像急了看两只野狗 在争抢他们丢出的 唯一一根骨头 这场大戏 他们看得不亦乐乎 可我没有争夺骨头 给他们看戏的欲望 自错穿到这个世界以来 我一直很欣赏灵丸 他出身低得 简直不忍直视 是贫穷村落里 一个双亲巨王的姑娘 侥幸生出了 最低级的三灵根 也难以踏入修炼之途 饶是这样 在顶了一张 与我七分相似的 脸入了太后宗后 绞尽一切脑汁 讨好身边所有人 法器灵物混了满满一处无界 就连灵根 也淬炼成了单灵根 修炼到如今的筑基大圆满 其修炼速度 不逊色于世家出身的宋锦鱼 回灵阵已完全打开 等待着生魂的献祭 我最后靠近气不成声的灵丸 盯着他轻力却又红肿的眉眼 隔着阵法吁吁 触碰他的发烧 这世间 不是人人生来 便有无限资源脱举 如果迈可怜能活下去 并得到资源 那我认为 这是一条十分好的攀登路 在你没有实力的时候 韬光养晦加凤求生存 是条最好的捷径 等你能够独当一面时 师姐希望能看到 你拔剑破山河的撒爽 不用看别人脸色过火 忽略掉身后 临玩崩溃大哭的声音 与他举着破销剑像 劈开回灵阵的徒劳无功 我压下嘴角的雀跃 最后确认一遍 系统 只要我死了 就能完成任务 回到现实世界 这里 本就是我的任务世界 对吗 我言语坚定 系统满面震惊 迟一片刻后 才将任务栏 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头顶的任务时间 由一年龄358天15小时 骤降成一年龄7天14小时 宿主 任务世界 与原世界的时间流速是11 您只剩最后一个死盾任务 完成即可传送回原世界 你就不好奇 为何当初 你会让我拿掉你所有的记忆 我坚定摇头 我没有必要记得这群人 更没有必要去留恋 这里的一人一物 我只想回家 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的脚步 说吧 飘零在半空中的身影 决然跳入了灰灵阵眼中 金色光芒将我身躯覆盖 万物复苏之际 我彻底陷入了无尽黑暗 20 熟悉的消毒水位 饮料在鼻尖 我努力睁开沉重的双眼 耳边传来喜极而气的声音 轻盈醒了 我的女儿终于醒了 我歪了歪脑袋 身旁的监测仪 有条不紊的发出嘀嘀声 妈 我昏迷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 医生说你很有可能 这辈子都不会醒来 幸好老天有眼 我女儿福大命大 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我微微勾了勾唇脚 在脱离修真戒之前 我头顶真正的任务 时间流逝了358天 换言之 我从接受任务到圆满完成 在修真戒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好在时间流逝速度并不相同 在我的原世界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而已 我挤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用虚不可闻的声音轻轻道 爸妈 我想回家了 喂 想你们了 好想好想你们 出院那日的天空格外湛蓝 与我在修真戒入回灵阵时 一模一样 都是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有回声 我在 不过 我们的任务已经解除 我恐怕在这个世界待不了多久 太昊宗如今怎么样 是不是快要被灭门了 系统诧异道 你怎么知道 我吃笑一声 牺牲自己拯救那群同门白眼狼的事 我可从来不会做 用死来唤醒他们的良知 这比冷连洗内裤的行为还要跌分 入回灵阵陷剑需要的是魂魄 可我在死亡的那一瞬间 魂魄被抽离回现代 那么回灵阵 还能成功开启吗 很明显不能 那太昊宗这群修士们 五日的时间 算起来 修真戒已经过去了五十日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系统贴心的给我拖出一块屏幕 在我咬牙切齿的看完三分钟的广告后 显示出修真戒我死后的情景 回灵阵在察觉到献祭失败并无生魂时 发出巨大的震战 灵公子还未从痛苦中震脱出来 便惊慌大喊 怎么回事 青银祭阵为何失败 沈渊治若网文 捧着我的本命剑跪倒在地 主人已死 剑彻底断成竖节 魔族再次席卷而来 献祭这件事 总要再找一个人去做 我看到小踢身成为了牺牲品 在宗门生死存亡之际 一切团宠再不复存在 只可惜 灵瓦被众人丢入回灵阵之时 阵法服传流淌更甚 将人狠狠推到几十战开外 回灵阵不要灵瓦献祭 我冷笑几声 系统疑惑问道 真是奇怪 献祭还挑人吗 自然是挑的 我拿灵瓦的本命剑割破手腕 一切围绩开启阵法 却献祭失败 灵瓦的剑身沾满了我的鲜血 让阵法误以为 又是我这个没有魂魄之人来献祭 当然不会要 我看到平日里 温温柔柔卖可怜的灵瓦 眼底琴满了仇恨 在不复往日小白花的模样 最终 一位面熟的小师弟 被凄惨地丢入了阵法中 临死前还在叫嚷 叶师姐还不记得我的名字呢 这好像是我被吊在诸魂镇那日 嚷着要将我魂飞魄散的师弟呢 对 就是他 你还作用人家的灵鹤 他叫 打住 我出生制止 我对他的名字没有半分兴趣 他在我心里 不配拥有姓名 21 献祭终究晚了些 回灵阵消散于天地间 魔物们如同恶狼般往修士身上扑 我看到沈渊被魔器侵蚀 灵根毁于一旦 修为一路跌至金丹初七 才堪堪停止 在铸姬多如狗 金丹遍地走得修真剑 他已经无法再胜任封主之位 而我的前卫婚夫林公子 一柄凌双剑被侵蚀殆尽 人被魔物掏了金丹 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拿见的废物 他被狠狠甩出去时 跌落到一具尸体身上 宋锦之死不明目 灵验气前 他的瞳孔涣散 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喃喃去 轻银 这便是我昔日 嫉妒你天资的下场吗 轻银 我来 寻你了 我将一颗多只葡萄塞入嘴中 他的死是终结 套宗元气大伤 正修养生息 沈渊已经不再是封主 实力为尊的修真界 他成为一个挂名的长老 日窝在云弄后山 居住在我曾住过的小厢房里 对着一柄断剑愣神 那一块块玄铁残剑上珠纹密布 昭示着剑主已经死亡 这堆废铜烂铁 已经没有了任何用处 可沈渊仍旧当成了宝贝 经常对着剑自言自语 轻银 原来十八年前 你便心悦于我 可我知道的太晚了 你曾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见到你清醒后 天资不在 便起了厌倦之心 如今 我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的眼中似有泪滚落 滴滴砸到断剑上 这才是他们该有的结局 而不是我的死盾 还能寄阵再给他们留一条生路 原主的结局告诉我 他们不配 宿主 您在修真界待了一年 这一年的记忆还恢复吗 不必 我的记忆 就从穿到诸魂阵开始的 短短七日便好 他们与我而言 不过是生命里 微不足道的过客 随着往事 烟消云散 没有必要再记起 有关他们的一切 我起身伸了个懒腰 却听到系统神神秘秘道 你的小师妹 林瓦送了你一样东西 她在修真界 能送我什么 只听叮咚一声 我抓起手机定睛一看 差点软了双腿 支付宝到账五百万 一长串的灵整整 齐齐躺在我的账户里 让穷了23年的 我骤然报复 系统得意洋洋地 拖出大屏幕 在我以头撞墙的不满中 三分钟广告一秒不落 只见林瓦拿着宗门 圣物招魂灯 一次次尝试将我魂魄召回 但我本就不是修真界的人 哪里会有魂魄呢 许多次彻骨失望后 系统生怕小世界出现动荡 果断化身为招魂灯灯灵 装模作样道 试者已回到了她该去的地方 你若是思念她 就给她送些东西去吧 林瓦抬起朦胧的泪眼 该去的地方 师姐自诛魂阵后 像变了个人似的 难道她是意识的一缕魂魄 系统点点头 前辈你告诉我 我能送些什么 就送法器领悟吧 我可以折算成银钱给她送去 但只有一日时间可以送哦 系统说的没错 穿越局可以连接两个世界 将一个世界的杂物 折算成银钱送入另一个世界 像极了我所在世界的汇率 林瓦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哪里还有昔日娇柔的模样 师姐她在意识穷的都吃沙子了 还惦记着帮助我 回灵阵那日 我既阵失败便知 这都是师姐暗中为我筹谋的路 我定要帮师姐一把 二十二 太豪宗已是日暮西山 很快就会有新的宗门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云动风里死伤无数 林瓦手中握着大量法器 竟成为风里的佼佼者 圆满渡劫 成为金丹修士 连日日颓废的沈渊 都不是她的对手 封顶大殿内 林瓦抹着汗珠子 搬下一落落书籍 丢给系统所换化的储物件 这些都拿去换成银钱 后山养的鲜兽灵直 林瓦争明着面孔全部卖出 就连不听话的林鹤 也一巴掌山晕 换回一大多灵石 依然丢给了系统 还有这些 财务席卷到最后 林瓦已然卖红了眼 我看到系统拼命哀嚎 手下留衣啊 你把所有法器都变卖就算了 连弟子们的衣物都不放过吗 沈渊好歹是你师尊 你都不给他留一身换洗衣衫吗 林瓦凶残的一脚先开系统 我不是给他留了条换洗洗衣吗 若不是向姑管不收修饰 我定要将人送进去日日卖笑 所有东西席卷一空后 林瓦悠闲不够 又下山找了林家公子 变成废人的林鹤之 已被林家放弃 日日为你的像一只蜷缩的虾 在看到林瓦直剑出现在自己面前后 颓然一笑 马儿 我现在才发现 我喜欢的是轻盈 能拿命来寄阵地修饰 这样一颗赤尘之心 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与他退婚呢 你走吧 再怎么样 我也不会爱你的 你比不过轻盈 林瓦儿脸旁淡然地寻不出一丝表情 他像一个真正的女剑修 先是微微一行礼 然后立于红尘中冷漠开口 此番冒昧拜访 是为了抢劫你身上所有的法器前务 林某多有得罪了 半课中后 传来林鹤之的惨叫声 我就剩这么点法器傍身 你还给我 林瓦儿你这个毒妇 你把我衣衫做肾 助手 你这个毒妇 毒妇 毒妇 林家公子那张扭曲的脸 逐渐在我面前消失 虽然我不理解 为何修真戒的人都认为我吃沙子 但是这么多钱到账 我还是兴奋地直在床上打滚 系统又到 我们已解除绑定 之后大约不会再见面 宿主你有什么话对林瓦儿说的吗 我可以单位转达一下 是嘱咐他好好修炼 还是不忘道心 又或者斩腰除魔 不忘出心 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扑上前抓着系统 声泪俱下道 你告诉他 一毛也晒 沈渊的泄衣不用流换洗的 都拿来换钱 系统呆至片刻后 彻底消失在我的面前 二十分钟后 我的支付宝提示 近账了两块五毛钱 我才大气粗地起身 推开门冲着楼下喊道 妈 今晚不用做我的饭了 晚饭我要去和光月色 在八块腹肌上吃 番外 夜轻盈 周遭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慢吞吞从冰棺中爬出 接过系统给我的剧情 宿主 咱们拿的是范年子白月光的剧本 您只要对所有人死缠烂打 事实表现出 极度团从小替身就行 我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皱眉翻看完了所有剧情 童子 我不理解 为何昔日如此大意舍身的白月光 会变成这般丑陋不堪 他简直就是作者笔下 被剧情束缚的可怜人 可是 只有你完成任务 才能回家 我彻底闭上了嘴 与我而言 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 我尝试着拿起从未用过的剑 却融入太后宗 原主修为从原音跌至助击 已没有了昔日风光 而风里多了个怯生生的小师妹 站在所有人身上 交弟弟问道 大师兄 现在师姐回来了 你们会不会要把我赶出去 宋锦鱼当即厌恶地冲我喊 叶青银 你别想着将娃儿赶出去 这十年 一直是娃儿陪在我们身边 让风里多了更多人情味 这是我来到修真界的第一日 系统弃鼓鼓道 这个小提身真是恶毒 只会卖可怜 明明你才是 不 我打断道 我认为林娃儿做得对 你没发现吗 她在我们这群修饰中 夹缝生存 竟也到了筑基大圆版的修为 白月光与替身 这二者同时存在 本就证明了 男子们的花心与薄情 与女子何干 甚至于 我还有些欣赏这个小提身 在我的世界 林娃儿的勤奋程度 不亚于某山区的朝地 一路爬进最高学府大门 彻底逆天改命 但任务还是要做的 我开始按照剧情 纠缠在所有人身后 企图让他们再回头看我一眼 所有人抱着细血的目光 审视着我 这位昔日风光的剑修 他们现在举手投足间 就能让我万劫不复 他们喜欢 急了这种掌控欲 能把曾经太后宗的天之骄子 驯化成掌中雀 看他一抛往日高傲 卑躬屈膝 真是件令人自信心爆棚的事 我被赶入小厢房里 坚持了三百多日 终于 只剩下脱离世界的任务 剧情的结束 是犯年子死顿 小替身 收获众人宠爱 可是我翻了翻最后翻外剧情 却发现林婉并没有活太久 魔族来袭 林婉像极了昔日的我 献祭于回灵阵 为宗门化解一次危机 两个争夺众人宠爱的女子 结成了她们 攀登青云路的踏脚石 晨曦冲破物账 洒落大地 我末地起身 质地有生 童子 我要给这本书改写结局 系统差一滴看向我 还能怎么改 你是必须要死顿的 按照剧情 你会极度灵婉受到宠爱 然后极恨给她下毒 明天便会开启诸魂阵 将你彻底绞杀魂飞拓散 我在小小乡房里 静坐了许久 窗帘处透进来的光影 一点点慢慢移动 宗门上下 早已忘记十年前我的牺牲 我来到这个世界近一年 宗门竟无一人为我炼制丹药 修补受损的丹田 他们这群过河拆桥的白眼狼 站在山巅肆意指责 身陷污泥中的我 原主如此生命大义 她就该向天上永远矫急的明月 高悬于苍穹 不会为了周围星辰的点点荧光 妄自菲薄 更不会被写成这样丑陋的模样 以恶毒之名被宗门处死 落日余晖消失 我豁然起身 在按照剧情将毒物 悄悄掺入灵婉的晚膳中时 系统告诉我 小提升的毒很快就会发作 明日清晨之前 你便会败露恶行 对送入诸魂阵 我有条不紊的吩咐 在这里一年 我已经摸透了这群人的秉性 明日我被调入诸魂阵之时 你将我来修真戒的记忆 全部拿走 为什么 拿走有什么用吗 别问原因 我看向山顶乱成一团的云弄店 宋锦鱼嚷得比谁都大声 高喊着肯定是我做的 你只在拿走剧情后 告诉我传送错了世界便好 若能从诸魂阵中活下来 将这个世界剧情打乱 然后告诉我一小部分 系统愣正着点头 已经有叫喊声逼近 要将我抓去戒律堂审判 我做任务 是为了回家 我不做规定任务 是为了给园主一个交代 任务要求是死盾 但没有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死 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漏洞 沈渊近日新得了一颗兔真丸 到时一定会给我服下 既然他想听真话 那我便送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相 新一轮朝阳冉冉升起 我双手满是鲜血 被吊在诸魂阵上空 有枯朽衰败的声音 在我脑海中叹息一声 声音里充斥着无尽的悠长与遥远 我死后 已经看了千千万万的穿越者 在这里一遍遍重复 我当年经历的事 他们一劈劈来 又一劈劈走 带着满身污名 从未有人想要做出改变 可是必须有人完成我的心愿 才可以让我得到彻底的解脱 挣脱剧情束缚 再入六道轮回 那么 祝你成功 我刚想询问心中疑惑 所有关于修真界的记忆 在一瞬间散成漫天积粉 彻底消散不见 刚风袭来 我猝起了眉头 耳边传来呵斥声 叶青银 你可认罪 我疑惑打量四周 有系统惊呼 宿主 咱们传送错地方了 赶紧死顿 我带您 他的声音骤然带了三分哽咽 前往真正的任务世界 晚安